是 公夫小妹 我知道你在投听 已经看过了对吧 这集特别专访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糊里糊涂的 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你 是这样的 即使是我们之间 美好的时光 是这样短暂 我也很高兴 但是 因为我的过去 让我悲观 就像噩梦 转念一想 一点都不苦 我看着像个胆小鬼 从来就不敢往前跨一步 我也没有勇气去面对 不过 也要谢谢你 让我明白 觉得现在应该是最合适的时候 我终于能往前跨一步 所以 等着我的好消息 走了 拜拜 一头雾水了吧 谁说我就只说这一点话 我有很多话想要说 不过 现在呢 我能够有今天 是因为我有信心 然后 做了我热爱的事 你呢 什么时候能找到 真正让自己开心的事 重要的是 要活出自我 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管别人怎么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要是哪天你灰心 或者是想我了 都可以再看看这个视频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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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数学 连政策 的 请多多关照 我叫杜拉 你可以叫我杜拉哥 你好 派罗派利 也是功夫小妹对吧 我记得 这家店真的超级棒 是这附近最好吃的店了 试试看 这么大的人 吹不了辣 这么大的人 我小的时候 可没有现在这么闯 我告诉你 我一点都不行了 那些总喜欢自嘲 把自己当中吵得别这样 因为这是在贬低自己的价值 我相信你自己一定有 自己的价值 好了吗 不 要不要开快车呢 要不要开快车呢 很危险的那种 是 我知道 你今天过来陪我 是想来安乐你了 杜拉哥你真是个大好人 谢谢你啊 大哥 杜拉哥在哪儿啊 现在能当你哥哥就足够了 好好照顾自己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看 在外面 statist頭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